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与丞相从事 视之如父 你跟着你诸葛大爷好好混 你就当他是你亲老子 他又转过头对诸葛亮说 若四子可辅 辅之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如果我这熊孩子阿斗没本事 你要想当CEO也别跟我客气 刘备死后 诸葛亮没辜负刘备的期望 勤勤恳恳 竭尽心力 对刘备父子 对蜀汉 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为刘尚写下出师表 句句一满忠贞之气 感人肺腑 让人动容 可就是这样一个掏心掏肺的忠臣名相 尽管刘尚一口一个相父教的嘎崩萃 刘尚却在诸葛亮死后长达三十年 坚决不肯为诸葛亮丽庙 至今后人非议甚多 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 刘尚对于这位相父的感情 其实颇为复杂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 亮出王所在各求为丽庙 朝一以礼制不听 百姓遂因时节 思继于道末之上 言士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 后主不从 意思是诸葛亮死后 中央和地方请求为其立庙 但朝廷却以不合礼仪为借口加以拒绝 后来有许多百姓 私自在道路旁祭祀诸葛亮 也被后主留上禁止 诸葛亮逝世后 留上此举确实颇为冷漠 自古代就有朝廷或民间 为了颂扬高峰谅节的伟人 修四建庙的传统 尽管汉朝有规定不允许 给皇帝以外的人立庙 但其实自东汉以来 很多人因小功绩立庙 以诸葛亮对蜀汉的功绩 立庙顺理成章 可后主留上 不知道抽了哪门子的风 死活就是不愿意给诸葛亮立庙 在诸葛亮去世三十年后 迫于民间压力 才在缅阳 一个离当时蜀汉之都 成都颇远的一处地方 为诸葛亮立了一座庙 不仅如此 诸葛亮死后 刘尚立即废除了成像制度 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 一身的职务和权力 一分为二 任命蒋婉为大司马 主管行政 监管军事 任命费一为大将军 主管军事 监管行政 让两个人相互交叉 相互制衡 由此可见 刘尚对于诸葛亮 没有明面上那样的父慈子孝 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两人的关系 也不像其他历史故事里 主祭权臣那样简单 诸葛亮死后 安瀚将军李鸟尚书 寒沙射影的诋毁 诸葛亮的不轨之心 他以为这样做能迎合后主刘尚 哪知刘尚勃然大怒 立即下令将李鸟处死了 在刘尚心目中 诸葛亮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刘被脱估时 刘尚正值17岁青春年华 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判断 说是幼主 其实年龄也不算小 诸葛亮曾经评价刘尚质量甚大 曾修过于所望 说明刘尚并不如后人所说那样的愚笨 他继位不过短短五年时间 务农止谷 闭关西民 农业生产恢复了元气 南征四郡 四郡皆平 国内局势实现了平定 吴王孙权同序栽患 前军合谋 挤脚齐后 武蜀联盟重修就好 梁州诸国王 各浅越之 康居胡侯之父 康执等二十余人 亦受节度 友邦梁将分至他来入朝相助 外交成果 令人瞩目 不但是危机四伏的蜀汉政权 彻底走出低谷 反而使国家呈现一种中兴的气象 而这一切伟大的功绩 却被世人完全算在了当时国家的管理者诸葛亮身上 跟刘尚没几毛钱关系 甚至任用诸葛亮的功劳 也得记在先皇刘备头上 诸葛亮大权小权统统抓 大事小事通通包办 独揽大权一直到死 反而适得其反 不那么傻的刘尚完全被架空 不得不像腾曼一样依附着诸葛亮 诚然 刘尚是尊敬 甚至感激诸葛亮这位鞠躬尽瘁的相父的 人性这个东西太复杂 尽管刘尚于情与理都没有不满诸葛亮的理由 可人性总得有个出口 诸葛亮一生品性 太光辉伟大 而伟大就是一种诅咒 在伟大之下必有阴影 凡人刘尚终其一生 不得不活在诸葛亮伟大的阴影之下 不然也不至于 他至今还作为著名的傀儡皇帝 家喻户晓 所以当初刘尚 坚决不给诸葛亮立妙 也就不难理解了